美国对大陆科技业继出 一波波制裁 日前更联手荷兰 限制半导体大厂艾斯摩尔 对中输出晶片设备 对此北京不甘示弱 大动作反击 商务部海关总署 昨天晚间发布公告 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从今年的8月1号开始 对决定对家等相关物项 实施出口管制 中国大陆宣布管制 涉及高阶晶片制造的材料 加合者 华尔街日报点出 北京这么做 一方面报复美国联手 其他国家 针对晶片制造设备的 出口管制 另一方面也借此 当作北京和华府的谈判筹码 北京祭出家者的出口管制 实际敏感 因为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将在6号访问北京 叶伦不仅将对 7月1号上路的 大陆新版反间谍法 表达关切 大陆央行前副行长 朱铭也点出 取消对大陆加征关税 撤销301调查 以及树立美中第一阶段的 经贸协议 也将会是美中讨论焦点 就贸易战 就贸易战你打到现在差不多了吧 那叶伦反正你主管关税嘛 那你要不要说贸易战有一些 你要取消关税 这个他绝对做得到 是 不然你没有办法去谈 所谓的中美第一阶段 这个贸易协议啦 尽管叶伦世纪布林肯之后 美中关系恶化下 白宫所派出的第二位 访华内阁官员 然美方却说 他们不会对叶伦有过高期待 而叶伦四天的访华行 预计会晤大陆国务院 副总理何立峰 但却不会见到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究竟叶伦本次出访 是否真如他所言 能让美中建立长期 而健康的关系 各界持续关注 借林肯做报道